来 来 喝吃一点 好 洪如怕你们吃不惯中国菜 特地从邦克请来了贝斯特里 他可是盘龙市里最好的西餐厨子了 过去呀 领事馆和工部局的外国人都喜欢吃他做的菜 洪如说了 如果你们喜欢吃他做的菜 尽管跟他说 没问题的 他可以留下来继续给你们做 对 是啊 我们回来 给大哥大嫂添太多的麻烦 你这话可就见外了 百合 我听说你喜欢吃甜品 你看 今天特意做了这么多甜品 也不知道你喜欢吃哪样 十三 捡最好的给百合 知道了 太太 十三啊 都解放四年了 你怎么还在那儿太太小姐呢 以后都要叫同志 是 老爷 你看看 又来了 老爷 这叫我们做下人的为难呢 总不能叫您同志 这 这不乱了规矩吗 我看 这种叫法很好啊 这 叫你不生分 觉得心里踏实 新社会这点好处啊 我还是认的 能有什么不踏实的 我看吴子昆 刘金棠 他们不都是老爷太太的叫着吗 他们家有三个太太 都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都像姐妹一样相处 我看政府也没管他们吗 政府说了 这种事啊 他们不管 哎 我跟他们不一样啊 吴子昆干的是百货业 看起来贪子大 实际上投入很少 他连本带利的 早就赚回来了 就是天塌下来都不怕 刘金棠是个人精 七间纺织厂 挪了四间去香港 捡了土他就能打洞 他是个鼠老鼠的 看见光亮 他就拼命地往里头钻 可是我呢 哎 一座钢铁厂 两座矿山 全部身家性命都压进去了 报纸上不是说 政府非常支持 私房投资扩厂吗 经济恢复时期啊 这是上上策 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搞大建设了 政府就不断想出新办法 来对付我们这些人 老虎叫过来以后 他还会干什么呢 难说了 这共产党也真是啊 今天资本家是朋友 明天资本家又要改造 这嘴上不说什么 其实哪一步不是算计着 好了好了 不说这些了 百合 你是学钢铁的 回来打算干什么呀 跟百青哥一样 干我的冶炼本行啊 好啊 那咱们吃完饭 就跟伯父到厂子里边 去转转 老罗 老罗 小赵小赵 老罗老罗 这是老罗同志 我的梁草官 那个是小赵 是我的宫亲员 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女儿 大名叫林响 小名叫鸭鸭 老罗同志您好 您好您好 您在我爸身边工作 您是老同志 我要向您学习 不敢不敢不敢 这是小赵 小赵同志 来握握手 谢谢你为我爸做的一切 我做得不好 请您多批评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你是哪里的 我是平鼎山人 我从来没有见过你 林同志 你都去过什么地方 父母在我两岁的时候 就把我带到盘龙市 从此以后 我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这个地方 你父母是干什么的 我父亲是个运输工人 我母亲是家庭妇女 哦 那是我看错了 哎呀 别调查了 别调查了 我对闺女跟我一样 喜欢调查 走 咱们得赶紧去见见别人呢 哎 小冯 小冯 你找找小孙和老周啊 他们在后面收拾房子呢 那是我的警卫员和我的司机 是我的保护神和一双腿 走 你也得跟爸爸去谢谢他们呢 哎 小周啊 这父女俩啊 眉毛和眼神一个样 传神 太传神了 哎呀 多好啊 父亲啊 找到了女儿 太好了 这女儿找到了父亲呢 就更好了 弟妹 我和你嫂子都商量好了 你们刚一回来 一切都不熟悉 就先住在我们家这边 等你们什么时候都熟悉了 想搬过去 再搬到洪廷公馆那边去 大哥大嫂 谢谢你们看过我们母女俩 家里住着外人 到底是不方便 公馆那边闲着也是闲着 我和百合 还是 还是搬回去住吧 阿飞啊 你要是这么说 我可就生气了 公馆呢 洪如已经替你从政府手中买下了 好好的 你什么时候想回去住都可以 可是眼下一时半会儿 没一个贴旗的人 你们不方便 当然 还是住在这儿为好啊 弟妹啊 不是我不放你们回公馆 这件事情不管怎么说 都是个阴影啊 大哥 我不想瞒着白鹤什么 有什么话您尽管说吧 有一句话我一直憋在心里头 洪廷他把握不住自己 我 我 我